歡迎大家又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以色列戰爭 再加上烏克蘭戰爭最新的狀況 不用聽你說 我看報紙就看到了 不是 我現在跟你分析一件事 其實這件事很奇怪 就是美國最近賣了 就是繞過國會 美國政府繞過國會 賣了一萬四千塊坦克炮彈給以色列 即是多少錢的東西 其實是鑽豬過鑽豬 一個炮彈給以色列坦克用的 大概四千塊一塊 加上五千六萬 五千六萬是甚麼錢呢 相比美國現在停在國會上 說要給以色列好加上烏克蘭的軍援 近六百億的軍援法案 真是蚊子不蚊子 但問題出現一件事 為何在今天這樣的環境下 以色列要突然間和美國出錢 買過一萬多發的坦克炮彈呢 這值得大家細心去想想 首先一件事 萬多發是否很多 不是 為何不是很多 先解釋給大家聽 一件事 一架以色列坦克 裝炮就裝大概四十八發 即是裝了四十八發 去出去打 打的時候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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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蹦蹦蹦蹦蹦到現在五六發 就一定要回到後方 就再裝 再去打了 到底是四十八發 換句話說一萬四千塊 可以給大概350個坦克車 用一次 當然一次可能是用幾天 可能是用一天 大家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們猜一猜 以色列目前在加沙裡 大概有180部坦克車 這樣才算 其實只是用兩回合 只是用兩回合 兩天、四天、五天 這樣就完結了 那是否代表 以色列的軍火已經是非常短缺 美國送不到給以色列 竟然要賣這麼少給他 那代表什麼呢 是否以色列都去到一個 一些彈盡的情況 未必去到盡 不過在這樣的環境下 大家可能會想 大家記不記得第一次加沙戰爭 第一次加沙戰爭 以色列打入加沙 打了三個星期 然後退軍 當然有理由 退軍 那就是和談 如果這次自己一個整個國家 取備這麼多炮彈 打到加沙 已經被德國當年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炸倒的地方 更加多 有七成的城市已經成廢墟 這樣來說 是否已經去到一個階段 以色列已經是無力再長久作戰 除非美國國會 可以批准軍援 或者 麥登 將烏克蘭和以色列撕開兩半 以色列那些 我相信 是肯定在國會過得的 但是他扔著下去 烏克蘭就肯定不過得的 好了 是否在這樣的環境 是否我們可以有一個想法 就是可能這個以色列哈馬斯的戰爭 可能又進入一個談判停火的情況 記住一件事 拜登又出來說了 已經出到聲說 我和以色列和尼塔尼亞胡說了 叫他不要炸得那麼厲害 老實說都炸了七成 整個城市都破壞了 那你還去炸得多少呢 這就是一個好少少的 萬四發炮彈中 讓我看到有這樣的可能性 是否 不知道大家可以再看看 究竟情況是否這樣 過多兩三個星期 大家就很清楚了 如果以色列是這樣的時侯 烏克蘭是怎樣呢 其實要記住一樣 這場仗拖著了美國的後腿 老實說不是開玩笑 因為花的錢是很多 但是沒有了美國的支持 基本上以色列 如果我們剛才所說的 用坦克爆彈那樣的啟示 是發覺他不已經開始去到一個位 他自己都不太行 不夠錢或不夠軍事打的時候 烏克蘭還衰多十倍又多 那烏克蘭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很特別的是 習林斯基剛好去了美國 見完拜登再去見國會 跟國會說你們鬆鬆手 過來吧 見完之後 共和黨的人就走出來說了 說得很清楚 除非美國政府將移民政策大改 否則他們是不會通過軍援的 最特別他們說的是什麼呢 他們說我們給了一千一百億的軍援 烏克蘭打了一年半 那你告訴我 一千一百億你做不到的事 你現在多拿六百多億你做到什麼 就像大家這樣說 大家很明白 有些人就告訴你們 我用本賭錢 我輸了多少錢 不過你不用怕 我現在剛剛用烏油業洗乾淨了 所以你現在再借五萬元 我過去我就可以收復失地 我輸的十萬八萬就沒問題 我輸的十萬八萬都可以輸 你現在走去小小路有業 那你就可以贏了 你說笑 其實這樣的比喻是很對的 美國共和黨就說到明 既然你給了這麼多錢 打了一年半有多 你都不行 其實都不止一年半 到二月就已經是兩年了 你還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在烏克蘭是否又是不夠彈藥呢 官方當然不會告訴你 怎會認衰 不過我那天先一陣子看電視 我看到一些訪問 說一些說是真的 因為有一個烏克蘭的士兵 接受訪問 不知道是BBC還是其他什麼 就是傳媒 在做的時候他就說 他說我們現在一天可能是打幾炮 就是我們和俄國不同 俄軍從早到晚都凡凡凡凡射過來 我們是彈藥不足 每天都是打幾炮 打幾炮就可以收工 企圖當然希望保佑他炸到我們 這個又是給大家看到的 其實戰爭其實是一個錢的遊戲 如果你沒有錢 你沒有軍火 基本上是沒法打的 現在美國要賣萬四發的坦克炮彈 給以色列 你又說到時美國那些M1、A1 去到烏克蘭 每架車當你裝著一百發 其實你只有四十發左右 去射兩轉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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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沒有炮彈 沒有炮彈的坦克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就算美國的坦克來到 是沒有軍火、沒有炸彈的 自己一架車來 就載了多少 百多發?二百發? 用完就沒有了 跟著你怎樣來打呢? 如果在這樣看下來的時候 俄軍以日代勞 是不是又是代表 在很快的將來 或者在冬季 好像是大反攻 或者春季之後 即下雨後 容完雪之後 然後下跪一個大反攻 到時烏軍就大崩潰 當然你說不是 美國不可以改變 美國怎樣改變? 其實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美國在2024年的大選 大選之前 還有兩黨各自選出他們的代表 然後才在總統選舉對壘 換句話說明年2024年 大概11月之前 我想有九個月就打到飛起 這個打就是政治上的 你罵我我罵你打到飛起 你說大家還有哪有精神 美國人都是顧以色列 不是顧烏克蘭 朱瀬斯基剛好去美國 見完拜登再去自己的國會 去銷售 銷售到尾 你共和黨都告訴他 我不覺得有什麼作用 其實這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不覺得你可以 即是我給錢你 我給你 你不覺得你可以回到身 你不回到身 你何必拿我的錢來玩 我都是不給你的 我想這樣看法 很可能在明年 即是2024年 不知哪個月份 不知是俄國大反攻的時候 之前或之後 烏克蘭亦都要跟俄國說一下停火 還是等到俄國大舉進攻 掃了你之後 再佔很多地方之後 才去和解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 目前這個問題 就是烏克蘭 以色列 只是一個少少 萬四發 一個坦克炮彈 可以讓大家看到 其實那個形勢 在美國 烏克蘭 以色列 開始不是那麼好 壞嗎 或者都未算 但是我相信 接下來可能大家會看得清楚 打仗和打麻將沒甚麼分別 不用自己厲害 最重要是對面壞 看俄國壞 人家又是大選 普京就3月17日參加俄國總統大選 現在俄國國會就說 看有兩個人可能出來跟普京拼一拼 一個年輕 一個比他更加老 普京拼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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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的一拼一拼 不知怎樣 但是無論如何 在俄國的總統選舉 是分兩次的 第一次如果有人 是拿到百分之五十的票 就立刻當選 如果沒有一個人拿到百分之五十 就要再選一次 但是 所有一拼的 民調也好 或者其他方面也好 告訴我們 普京應該如無意外 第一次拿到百分之五十 第一次拿到百分之五十的票 就可以當選 政治方面的安定 代表俄國的政策 尤其是對烏克蘭的政策 可以延續下去 美國未來一年 是看著自己開始亂 一選舉之下 這個攻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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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這樣打下去的時候 拜登究竟還可以有多少餘力 去幫烏克蘭 你不要說以色列 以色列 總之拆開來說 以色列一定有支持 但是不拆開就沒有 但是如果以色列一和談 不打 基本上內塔利亞戶 就差不多可以goodbye 應該可以玩完了 所以無論如何 大家可能都可以有少少希望 我們看到2024年 可能是頭半年 兩場戰爭都有些改變 可能是有戰變和的 給大家看看是否這樣 OK 說到這裡為止 Bye Bye 好的影片怎麼可以獨享 讚好留言和分享出去 讓多些人知道 Robert Child 周庸 YouTube 頻道 一起看影片了解天下事 rad